为新装有一间手工制作榻榻米的店 榻榻米是用洗面以及洗底组合而成的 可以客制化的制作不同大小的榻榻米 老板现在正在切割客人所定制的大小 并且笑说制作一个榻榻米 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最重要的就是强劲的碗里 切割好大小之后再用强力胶 将洗面和洗底的前后 大致粘合 接着再用钉子固定洗面以及洗底的侧边 老板紧接着在上面踩了一踩 把它踩平了之后 再固定另外一边的洗面和洗底 接着翻面之后再把刚刚粘合的地方 用针线紧密的缝合 但是光是这样缝还不够坚固也不够紧密 因此老板还会用钩子 再把线勾得更紧一些 翻回正面后再把多余的洗面切掉 将客人选定好的花色的边条 固定在两侧 测量好距离之后 再将机器固定在洗面上面 用机器将边条以及洗面缝合在一起 老板说这个机器已经跟了它几十年了 多出来的洗底则在这个时候进行切割 接着再把边条翻开并压平 最后再用针线把它缝合在一起 左右两边都进行相同的处理之后 一张完整的榻榻米就大功告成啰 一张完整的油画 宝贝 水 小鲜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